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条件 第一,极乐净土四因 第一个因,观想 观想这一部分,我们有一个共修视频 专门观想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 第二,积累资粮 所有善业中积累资粮的窍诀 最大的窍诀就是七之共 第三,发菩提心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成佛 为了快速成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第四,回向 以我所有的善根分给所有的众生 希望以此功德,他们能够早日往生净土 成佛 如果没有善根可以回向 也可以发愿 愿天下所有的众生 早日往生极乐世界 第二,没有照五无间罪 广佛 广佛 还有出佛生雪 第三,金刚萨多四十万遍 每天早晴 每天早晴起来可以念二十一遍金刚萨多百字明咒 可以清除障碍 第四,念诵阿弥陀佛名号 这是藏文的阿弥陀佛名号一百万遍 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六百万遍 或者是阿弥陀佛新咒 每年三十万遍 第五,对阿弥陀佛净土要有信心 这个我们可以看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学习阿弥陀佛的极乐院文 还有净土五经都可以 净土四因里面最重要的是 时刻观想强烈的发愿往生净土 观想也是观想阿弥陀佛和极乐净土 修成就的真兆是我们梦中可以见到阿弥陀佛